当刘继奴珠将离开院子 徐凤年让院外护卫喊来那两名俘虏 红燕郡主在别处正在狼吞虎宴 等他不情不愿走进院子的时候 衣衫还是蓝绿 不过满嘴油腻 跨过门槛的时候还打了个宝格 这让身旁那名依旧披甲携带刀工的柳自军旗族感到新奇 大概是发现原来他这样的女子也不是真正不识人间烟火 桌上还剩小半坛绿衣酒 这显然是刘继奴他们嘴下留情了 徐凤年端齐酒碗指了指挤张十凳 红燕郡主一屁股坐下 那名对徐凤年越发敬若神明的年轻骑士依旧老老实实站着 红燕郡主撇了眼桌上的酒坛酒碗 下意识抽了抽鼻子 狮子多了不怕痒 干脆就自己给自己倒了一碗酒 绿衣酒吗 他在倒马观尝过 甚至在王庭京城也喝过 以前没觉得多好喝 今儿一碗酒从舌尖落到喉咙再烧到肠胃 整个人都瞬间暖和了 保暖保暖 总算都齐全了了 顺带着他看徐凤年的眼神又多了几分挑衅 他知道徐凤年当时没有让他自尽 他在想死就要比想活还要难很多 这当然未必就是好事 在进入虎头城之前 他想过徐凤年无数种羞辱他这个红燕郡主的阴毒法子 不过就目前看来 处境确实糟糕 可还在他的承受范围内 他仰头一大口喝尽碗中酒 擦了擦嘴角 妹笑道 怎么 王爷想要让我侍寝 那为何不让我换一身洁净衣裳 徐凤年反问道 需要我送你把镜子照一照吗 让你看一看自己这会儿啥得行 红燕郡主恼羞成怒 刚要抬起手丢至酒碗 很快就抑制住这股冲动 沉默着又到了一碗酒 能蹭一碗就是一碗 徐凤年也不理睬这只落毛凤凰 转头看向那名自称起伏龙冠的旗族 说道 你习无很有天赋 这也是我不杀你的理由 还有一个理由徐凤年没有说出口 从起伏龙冠的眼睛里 看不出连红燕郡主这种局外人都会有的仇恨 就算一个人可以隐藏脸色和眼神 他的契机流转在徐凤年眼中也根本无所遁形 而契机起伏是跟喜怒哀乐直接挂钩的 这就说明起伏龙冠这块被埋没的蒲玉 也许能够在武道意图上走得很远 当然最关键的原因是徐凤年希望有一个人能在将来制衡弟子于帝龙 这个年纪最小却身为大徒弟的孩子 不同于性格鲜明的王生和吕云长 存在着太多不可预料 徐凤年不希望今后的江湖在自己手上多出一个轩辕大盘 而起伏龙冠这个像是路边随手捡来的阿猫阿狗 他的习武天赋不是徐凤年所见最好的 但是属于最有趣的 如江泥和观音宗脉探妞 为之见佩 而如红喜相和龙虎山照宁神 则是真人转世之身 为之菩提子 佛门也有转世灵同意说 那么起伏龙冠就有点似不像 什么都沾点边 什么都不纯彻 恰恰如此 反而最符合徐凤年的习武历程 杂柔会脆 容柱一炉 何况当时那场厮杀中 起伏龙冠真真切切捕捉到了徐凤年这位天人在呼吸之间的那一线之格 当今天下 不过双手之术 这个无名小卒便位列其中 起伏龙冠现在才十八岁 就已经是柳规清军铁骑之一 要知道刀法第一人的顾剑堂在这岁数 也许还不如起伏龙冠 当然 徐凤年当初更是如此了 起伏龙冠有些紧张 颤生说道 北梁王爷 小的从小就是个孤儿 哪有饭吃就哪混 王爷要是信不过小的 可以让小的当个北梁边君 不足都行 杀北盲肯定不手软 红燕郡主在这个时候阴阴笑着 山峰点火道 孤儿 说不定你爹娘就是死在了北梁铁骑马蹄下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吗 起伏龙冠远不如他有心计成府 却也不是缺根筋的傻瓜 一时间没忍住 直接骂道 贱人 放你娘的臭屁 这个年轻人红着眼睛道 我爹娘就是被你们这些有钱有权的南朝王八蛋活活打死的 红燕郡主勃然大怒 南朝 南朝算个什么东西 整个南朝就是我耶律姓氏养的一条看门狗 我是耶律红才 本该是你这种低贱之人一辈子都走不进一百步内的王丈郡主 起伏龙冠呼吸急促 胸膛起伏不定 然后大踏步上前 对着这个娘们就是一耳光摔过去 红燕郡主也不是木头 低头 后退 一溜烟躲在了徐凤年身后 一脸得意的喋喋不休 嘿 打不着 瞧你这点出息 活该你一辈子没办法给你爹娘报仇 哟 说不定你这种废物原先在军中一直给南朝 那些仇家效力也说不定哦 起伏龙冠突然平静下来 死死盯住这个女人 红燕郡主感到一种刻骨铭心的寒意 小心翼翼拿回酒碗 又给自己倒了一碗绿衣酒 此时 敲门声轻轻响起 徐凤年倒了两碗酒 轻声道 但台前辈请进 当那名不速之客坐下时 徐凤年递过去一碗酒 对方也不客气 喝了口酒 双颊微红 耶律红才望着这名高大女子 充满好奇 举手台族 尽显宗师气度 还有一种扣人心弦的血液风流 徐凤年笑问道 前辈怎么知道我到了虎头城 坦台平静淡然道 我以前听师父说过 天人俯瞰世间众生 就如我们在下夜看那萤火点点 大多萤火一闪而逝 却总有寥寥一些 尤为明亮 甚至在某个时刻 刹那璀璨如星辰 徐凤年顿时心中了然 想必是先前截杀四百旗 契机倾泻 让这位鲸鱼忘记的炼器是宗师抓到了蛛丝马迹 然后就在这虎头城附近守株带兔而已 按照弹台平静 准确说来是按照这位宗主师父的阐述 是尖人上人的顶尖高手亦是云间仙人的天下人而已 不过如拓跋菩萨曹长青这些高手 他们散发出的萤火会格外惹眼 炼器是坐着替天行道逢捕法网的行径 自然而然会更容易寻觅到他们这一小撮高手 徐凤年问道 是不是可以说 是人修道问道正道 就是以米粒之光去与浩月争辉 坦台平静摇头道 师父说过 修成了道 也无非是水滴入海而已 黄河之水天上来 飞也 海上来 故而奔流道海不复回 飞也 徐凤年打去道 你师父说话都这么疾风 这么 有道理 坦台平静一笑置之 像是为尊者会 徐凤年盯住那个还想偷偷到一碗酒喝的红艳郡主 后者幸幸然缩回首 徐凤年指了指院门 祈福龙冠率先离去 红艳郡主稍等片刻 猜测那小子已经远去 才鬼鬼祟祟摸到了院门跨过门槛 结果很快就传来清脆响亮的啪一声 以及红艳郡主的尖叫怒骂声 坦台平静轻声道 王爷好眼光 徐凤年纳闷道 此话怎讲 他小酌了一口酒 这对男女都是深具气韵之人 值得王爷用心雕琢 徐凤年冷笑道 气韵 坦台平静神情不变 运气太好 就是气韵了 换成常人 面对一个大开杀戒的五瓶高手 他们多一百条命就能活下来 徐凤年正想说话 但台平静摇头道 你有你的种种理由 但这不妨碍他们活下来的事实 他继续说道 按照事先约定 我观音综会在淮阳关以南清河关以北停留 也会尽力为北梁做些凝聚气数的事情 但是最终去留 由不得北梁边军决定 徐凤年点头道 这是自然 他还是直截了当说道 若是王爷不幸生死 徐凤年无奈道 放心 如果真有这一天 我在临死前会悉数赠予那个卖探妞 坦台平静悬着酒碗 一本正经问道 大战在即 你我说这个 是不是有些晦气了 徐凤年笑望着这个仿佛完全不安事情的女子 反问道 你说呢 坦台平静一只手臂搁在石桌上 一手托着酒碗 抬头望向那片星空 徐凤年心境祥和 闭上眼睛 缓缓喝了口酒 视线并无焦急的两人很随心所欲的一问一答 北莽大军在边境上的兵力快到他的地理极致了 但是他依旧可以有闲于兵马在北方草原上着手下一波攻势 面对这样一个本该有整个黎阳王朝抗衡的敌人 你不担心最无险可惧的刘州吗 当然担心 大概就像当年徐霄看着我去中原和北莽 打凉州打刘州打幽州 先打何处 对北莽来说各有利弊 你觉得是 其实先打哪里都没有关系的 我爹徐霄 我师父李懿山 袁左宗 楚禄山 燕文鸾 陈云锤和重乎 还有像虎头城刘继奴这些人 都已经把北莽该做的都做到了最好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 我开始认为 北莽也许真能守得住 但是北莽接下来谁会战死沙场 我不会知道 也不想知道 那么拓跋菩萨为何没有出现在边境 这就像赵家天子死活都要把顾剑堂留在北地 而不让他去广陵道 因为这是王朝最后的杀手锏 当那老妇人和帝师需要拓跋菩萨亲自出马的时候 说明那时的局面才算开始偏离掌控了 在这之前 他们都坚信自己稳操胜券 谭台平静突然问了一个很提外话的问题 你为何不杀那北莽郡主 徐凤年哑然失笑 沉默了片刻 跟他一起望着星光点点的天空 当然不是我喜欢他 只是他让我想起了一个我很想念的人 一样喜欢雕妇鹅 一样声名狼藉 一样性格刚烈 我能杀他却不杀他 不过是想让他知道活着是有多不容易 谭台平静把酒坛里最后一点酒都倒在自己碗里 一饮而尽 你真正在乎的他是谁 徐凤年伸出手指 指着星空 柔声道 我大姐 在那儿 不知过了多久 徐凤年回神后 忍不住扶俄叹气 这位帝卫超然实力意识超群的王朝第一炼气士 不但醉睡过去 还趴在桌上打着微憨 徐凤年何等心思灵犀 看着他感慨道 应该是想念你那个师父了吧 一样的传送 他的传送